俗语说,无视献殷勤,非奸极道,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人心隔肚皮,要是看不出别人对自己是真好,还是嫁好,那是要吃大亏的,有些人,人前人后大不相同,表面上隐藏得很好,戴着一张笑得灿烂的面具世人,实际藏着一颗黑暗阴霾的心,与人接触,不要轻信别人说了什么,而要看他实际都做了什么, 一个人的言行举止,会出卖他的内心,来害你的人,往往会先给你一些好处,其实都是在害你,传承国学经典,点亮文化新灯,欢迎订阅国学新旅,让你占便宜,俗话说,贪小便宜吃大亏,那些让你占便宜的人,会让你开心一时半会,之后会让你痛苦很长一段时间, 你得到的,要加倍偿还,春秋时期,齐国的大臣管仲建议,大量收购鲁国的棉花,用来做衣服,久而久之,鲁国的土地都种上了棉花,群众也因此变得富有了,但是粮食方面,却越来越依靠齐国。 忽然,管仲下令,禁止卖粮食给鲁国,导致鲁国人失去了生活基础,不得不归顺齐国,先给你一点甜头,但是让你之后尝到苦头,这是计谋,而不是真心的帮助,万一你看不清,就会伤害自己。 人生发展的规律,从来都是吃苦在前,享福在后的,如果违背了规律,你就要及时止损,改变方向。 没有人会喜欢自己,被别人占便宜。 如果一个人突然非常热情地来找你,说有便宜让你占,请你要注意了,天下掉馅饼,脚下可能是陷阱。 怂恿你的强大,有人在怂恿你的强大,说明对方再让你变得争强好胜,果刚一舍,这样的道理,我们都明白。 比如说,两个人路过一片果园,天气很热,口干舌燥,杯子里的水凿已经喝完,看到眼前的一片果园。 只想进去摘几个果子吃,但其中一个人,不愿意做这些事,他更愿意去跟水果园的主人买点水果,而不是直接去偷。 另外一个人就怂恿他,你去啊,我在这里给你把风,如果对方不去,他就接着怂恿,你也太怂了,这点小事,还要这么考虑,你不去算了。 他自己不愿意去做,就怂恿别人去做,他把自己的风险降到最低,把更大的风险让别人承担出了什么事情,他瞬间把自己撇出去,有了好处,他又要站大头,这样的人不仅内心阴暗。 还很贪心,想方设法满足你的爱好,有人想方设法满足你的爱好,说明对方在阿谀奉承你,人无匹,不可教。 有勇无谋的吕布,之所以是有勇无谋的,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吕布耳朵根子特别软,最喜欢听别人的奉承话。 吕布占据徐州时,手下有个叫陈归的,陈归和其子陈灯最善于用甜言蜜语来奉承吕布,深得吕布的信任。 吕布时常被陈氏父子的天言蜜语迷惑得找不到北,即使有谋视陈公的善意提醒,但是吕布就是听不尽别人的劝告。 其实,陈归父子早就暗通曹操了,他们已经和吕布的敌人曹操一条心了,他们之所以违心地去巴结和奉承吕布,只是在迷惑吕布,等待时机,为曹操攻打徐州城,活捉吕布做准备。 陈归父子对吕布天言蜜语和阿谀奉承的背后隐藏着和曹操理应外合拿下徐州城,生擒吕布的巨大阴谋,只是可怜的吕布已经被天言蜜语迷惑得找不着北了。 最终,由于陈归父子的反水彻底导致了吕布的终极失败并丧命,没能被任何人武力打败的吕布,被自己喜欢的天言蜜语和别人的阿谀奉承所打败了。 阿谀奉承的人说的话一定会让你很舒心,做的事情也让你觉得很温暖,可是后来他一定会利用你,甚至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排挤你,他就是不达目的不罢休,在你放松警惕的情况下伤害你。 对于这样的人,千万不要耳根软,要躲远点,或者把这样的人从你的生命里请出去,太过纵容你。 现实当中,如果有人太过纵容你,你大手大脚的时候,他告诉你享受生活,继续保持,你胡吃海喝的时候,他告诉你吃好喝好,不管你的健康,那这种人。 要么是见识很短,要么就是故意怂恿你,想看着你便糟,所以你千万要对身边的好话有点抵抗力。 秦朝末期天下大乱,刘邦领兵破五官,长驱直入,歼灭了秦国兵力,进入秦国国都咸阳,一进来,刘邦就被豪华气派的宫殿吸引,随之而来的还有金银珠宝,美女如云,弄得他眼花缭乱。 这时,有人就在刘邦面前谄媚地说,如今大王苦尽甘来,这些都是您应得的。 忠臣繁快,张良连忙劝说,我们打来咸阳,是因为秦王的残暴,赦你,现在你占领了秦国。 如果再踏入秦王的后尘,贪图享乐,那就是助纣为虐,忠臣的一番话,虽然不中听,但是却点醒了刘邦, 之后,刘邦率领众人撤出咸阳,把军队驻扎在坝上。 俗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与人交往中,人们总是喜欢听好听的话,奉承的话,殊不知,良药苦口,才能治愈疾病,忠言发自肺腑,虽然是逆耳之言,这才是真正的为了你好。 人这一生,有几个敢说实话的朋友,很难得,因为实话难听,但是有意,总是说好听话的人,无疑会宠坏当事人。 不见得是好事,先顺着你。 说实在《水浒传》里,有很多好汉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但逼他们上梁山的,却并不全是昏暗无道的朝廷和那些奸臣。 秦明本来是朝廷的武将,奉命去捉拿反出朝廷的小李广,花荣,结果却中了宋江和花荣诱敌深入的计策,反被生情活拿,抓住秦明后,宋江想要将其劝想,可秦明这个人是个直性子,非常重于朝廷,不管宋江怎么说,都不为所动,宁愿死,也不愿想。 宋江一看秦明这个人软硬不吃,于是便想用阴招来算计和坑害秦明。 宋江是怎么做的呢?他对秦明说,我非常敬佩你的忠义,你不愿意想,我也不舍得杀你,就放你回去吧。 秦明一听这话,也没客气,直接就要转身走人,宋江赶忙挽留,说,秦将军,你看现在天色已晚,不如今天就在这里休息一晚上, 我们陪将军喝几杯,明天将军再走,我绝不阻拦,秦明一想,人家都放自己走了,自己也不能一点面子都不给,于是就答应了。 这天晚上,在宋江一伙人有意地劝酒下,秦明很快就喝醉了,呼呼睡去,接着,宋江就让人穿着秦明的衣服。 假扮秦明去图了一个村庄,并留下话说,秦明已经返了朝廷,降了梁山,朝廷得知消息后,认定秦明已返,于是就抄了秦明的家,杀了秦明的家人。 等到秦明酒行返回时,看到此惨状在无家可归,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只能降了梁山。 人际交往中,一个人想要算计你,坑害你,反而会先向你献殷勤,对你特别的好,给你种种的好处,然后,再把你往陷阱里推,或者让你替他去做一些坏事,或者拉你下水,又或者从你身上谋取利益。 所以,人际交往中,当有人无缘无故地,突然地对你好的时候,你一定要警惕,要有防备心理,且不可疏忽大意,这都是人际的奥秘。 俗话说,人若反常必有鬼,是若反常必有妖,一个人的行为,如果过分反常,就证明这个人的内心有鬼,一件事如果不符合正常的发展轨迹,就证明这件事有问题, 无论是人也好,是野霸,都应该按照自然的轨迹来发展,偏离了正常的轨迹,好事会变坏事,好人也会惹来一堆的祸患。 人在江湖,还是要小心谨慎比较好,因为人活着的过程,就如同在钢丝上行走一般,稍有不慎。 我们就会掉落到深渊当中,落得不幸的下场,对于不正常之事,我们最好的态度,应该是惹不起,躲得起,不要让自己处于祸患的漩涡当中。 对于不正常之人,我们最好的态度,应该是擦亮双眼,摸透对方的心思,知道别人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如此,我们才能更好的明哲保身。 人生路上,遇到人品不好的人,要学会保持距离,为自己的未来着想,居心不良的人,总想看着你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的人,别理他,也不要上当,那些低质量的朋友,别给他们靠近你的机会。 往后余生,多和那些能量高,有智慧,人品可靠的人深交。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欢迎持续关注,点赞订阅。